歡迎回到媒體新聞現場 日本首相菅義偉4月23號宣布 4月25號至5月11號 日本多個主要城市進入緊急狀態 橫濱、中華街或唐人街的許多餐廳 開示有序地配合日本政府的這個措施 日本首相菅義偉23日下午決定 宣布從4月25日到5月11日 東京、京都、大阪和兵庫縣進入緊急狀態 這是為了預防在日本黃金洲期間 人流量過於密集的行動 而採取的臨時性果斷措施 也是日本政府自疫情發生以來 第三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在首相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第四天 橫濱、唐人街顯得比較冷清 雖然有大部分餐廳仍在營業 但也有小部分的餐廳選擇完全休業 在疫情緊急狀態聲明中規定 營業的餐廳在晚上8點前允許堂食 8點後只能打包 對於這些仍營業的餐廳 日本政府將根據餐廳的正常營業額進行補償 補償金額從每天520萬噸到約1300萬噸不等 據瞭解 在日本政府宣布第二次緊急狀態之後 前往橫濱、唐人街的人數卻明顯增加了30% 橫濱、唐人街 橫濱、唐人街位於東京南部的神奈川縣 已有160多年的歷史 目前只有少數的大約三至四千華裔淋住在這裡 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廣東省 橫濱、唐人街是日本最大的唐人街 也是世界最大的唐人街之一 美讀新聞整理報導